大家好,我是胡佩胖子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房产 未来只会升值 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观点 我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的一些小型的银行 存款 可以保证5%左右的利率 就是 存股年期的 可以4%到5%的利息 大家可以去收一下 之前的很多的银行产品 存款产品,小银行的 通过互联网存款 都是4.8%跟5% 那么国家的法律规定 银行破产 这个储户的钱和利息 全部都要给到你 一分钱不能少 只要你的本金是少于50万 这个大家也是查得到的 那么对于很多富人来说 中国有4000多家小银行 我可以选择在每家银行 做五年期的定存 每家都存4%左右的利息 这个本金和利息一分都不会少 都可以收回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理财模式 对吧 也不需要能去打理 很方便 钱生钱 那么现在城市的房子的租售比 只有1.5% 你要拿到这1.5%的这个租金 你还要去维修这个房屋 对吧 你还要打理 你还要出中介费 对吧 那么你的租金还要进一步打折 是不是 未来可能还存在这个房产税的这个风险 对吧 然后每一次中介的交易 持有房产中介的交易 像上海是三个点 一到三个点 对吧 也就是说 每年的这个房产 你不增值个5%的话 你都不够 就是说 对于投资来说 它就是一个失败的投资 对不对 一旦这个房子的这个增速 低于这个5% 就会有大量的人选择 第一种存款的理财方式 而不会继续持有房产 那这个风险就来临了 所以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必须要保持它的房产 一直高于这个增长点 要不然的话就会带来 灾难性的风险 是吧 这是一个 就是说所有人都认为 一定会这样发展的一个曲线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未来要保证 这个每年5%的这个增长 实际上也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它是一个每年的5% 它不是说我10年涨50% 每年5%的话 10年基本上是涨80% 70%到80%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就基本要接近翻倍 像现在上海的老破晓的价格 已经接近6万7万一瓶 你说10年以后 它能卖12万一瓶 那它也需要有一个基础 首先 它的这个租售比 要能够达到 就是说 1.5 是不是 那你现在一套 就是说60平 差不多是在 60平在400万 你每年的租金 要多少钱 对吧 一个月要5000多 6000块钱 那么你未来翻倍以后 就将近一个月要12000 12000 那你觉得这个工人的工资应该开到多少 看到人民币 2万吗 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这个就相当困难了 所以未来这个方向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么富人们就发明了他们新的案法 他们通过造新城或者是核心地段 核心学校 形成垄断 抬高局部的房间 可以带来什么好处 就是说 它的街牌人群 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这个社会新冒出来的富人 你可以进驻这个地区和这个小区 那么这个价格当然也可以 先今天是15万一坪 就是最核心的区域的房子 那后面就变30万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人群 就是最富的一群了 就是所谓的人生利息的那些赢家们 你们进来 当然它的配套就是说 你的小孩只要进这个学校 周围的氛围 老师资源 甚至保送命额 第一批次 垄断国内的 就是说好的资源 对不对 然后第二批次的 国外的好的资源 形成垄断 都可以付出给到你 就是说有这种的保证 增加这种的概率 哪怕你这一块不行 你周围的人群 可以给你更好的社会资源 再进一步的提升 你的这个就是说 掉落的就是降低你成为穷人的概率 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对吧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形成了国外的富人区 跟穷人区的这个差别 对吧 甚至它可以选择很多的东西 像穷人 它也出过去很高的物业费 或者怎么样 你看你租房一个月 已经一万多了 你还能出多少钱物业费了 对吧 那你的物业就要楼梯里面做广告 小区里面灯红酒绿的都是广告 那么这些高档的小区 这些通通可以消灭的 全部都是绿枝 全部都是没有任何广告 所有的都是让你爽的东西 让你看着舒服的东西 对吧 这就是差别 这是未来 必然是两极分化的 因为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 而且有投资品跟钢需品的差别 就会跟国外是一样 穷人和富人 它就可能是隔一条街 那边是穷人 这边是富人 未来的格局也肯定会是这个样子 肯定有很多人要碰我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那么再往下面讲 这是由哪五大原因构成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人口的下降 现在的一胎人口已经低于500万 就是说年轻的是婚育的女性的人群 也已经低于 就是说会逐年下降 会从现在的7000多万 飞跨的下降到3000多万 那么出生人口将会下降到200多万 这是一个必然的曲线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人口国家统计局的这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完了人口减少 那么进入第二点 第二点是成为富人的概率会越来越低 因为各行各业都在搞垄断 就拼多多上面一个9块9的这种 就是说小东西的卖家 他们也在搞垄断 为什么 一看他可能9块9 他就赚一块多一点 一块五毛钱 他砸了几十万的直通车 然后把这个品类垄断了 对吧 然后他就稳定的一单 每天一两千单 每天赚一千多块钱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突然有一天 他也会降价 他会只赚五毛钱一单 他本来可以赚一块五单 他只赚五毛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说 我这就是一个冷淡的经济 我就是花30万买来的 每天赚300块的垄断的经济 可以永远赚 只要我在这个品类 就永远是我赚钱 你要想把我干趴下 你就得拿 就是说止通车 也来砸这个钱 这就是普通行业 都会存在这种的竞争 也就是所谓的门槛 那么你要想成为一个负能的概率 就会越来越低 就是第二点 蓝领工资的崛起 蓝领工资的崛起 谁呢 就是说体力劳动者的工资 超过脑力劳动者 这在欧洲 也很已经有局部的 就是说国家已经是这个状态 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一旦体力劳动者的工资 超过脑力劳动者 超过普通白领的工资 那么就会让更多的人产生 就说我哪怕很努力的去学习 未来得到的 也不过就是和 我小时候玩一玩 差不多 那么就会放弃 现在我们中国时的这种 努力拼搏的这种教育 进入快乐教育 当然了 他也省了教育成本的投资 可以让家庭更快乐一些 那么小孩也更快乐一些 会有很多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是必然产生的 大家可以去看西方国家的这个状态 它也是自然演变形成的 并没有什么阴谋了 就是自然演变形成的 就是通过工资来调节的 非常正常 第四点是什么 第四点就是最考验的 就是互联网 人工智能的崛起 对吧 现在是普惠的 他只是想解决工业的问题 那么未来呢 未来可能富能配置的 这个人工智能是最新版 对吧 中产阶级配置的人工智能 叫标准版 对吧 那普通人群 普通大众 或者说是普通人配置的 可能就是儿童版 对吧 人工智能 你的那个人工智能 只能帮你干一些很简单的活 对吧 直接在智能上 就说出生就对你进行碾压 这个是未来更可怕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等到人工智能啊 这些东西开始盛行的时候 那大家对租房这件事情 可能也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 因为人在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还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 或者还可以触碰的时候 还会去努力去拼搏 当一个东西就成为 就是说马云这样的存在的时候 或者说是王健林这样的存在的时候 普通人就只会觉得 啊 我们这是一个天然的差距 没有办法去弥补了 那你也就不会去追求了 那你也就 当买房变成一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也就会选择 算了 我就租房吧 要不我就住公屋吧 要不我就住连租房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香港 对吧 多少人都在那排公屋 永远排 排到之后 也是三十个平方 住下了六七口了 对不对 这个比比皆是 对吧 这个很正常的 啊 看着很痛苦 但是在那边生活的呢 你让他来内地 他也是不会愿意来的 对吧 他们有天然的优越感 啊 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要来讲 科技发展 其实也是这些富人带来的 就是马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快捷了 当然后果就是有很多的小老百姓的生意更难做了 很多的事情变倒闭了 对吧 但是社会还是更方便了 其实所有的经济的核心还是一个懒字 只有这个懒 让人类发明了汽车 火车飞机 对吧 懒这个字 让人类的这个劳动力不断的前进 科技不断的发展 对吧 至少现在生活在现在的我们 比一个生活在清朝古代的地主 日子要过得好得多 对吧 除了某些方面以外 从吃 喝 穿 这些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现代人可能过得要更好一点 我们有东南下凉的空调 对吧 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可以吃肉 对吧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古代的地主 发家自负 也是节省了买地 有钱了买地 节省出来的 是大多数 也是奋斗拼搏出来的 今天可能扯的有点多了 而且整个论调有一点偏悲观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是回拍胖子 就到这里了 拜拜